賴清德抛出楚國論之後 然後在今天共軍就進行了這個2020年利劍B的演習 而且會不會決定是我們應該要多溝通多交流 才能夠避免這樣的事情來發生 基本上我一貫立場很簡單 我反對任何對台灣的武力的威嚇 我也反對中共的軍演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台灣人的共同的立場 但是我還是必須提醒民進黨一件事情 以前這個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中共不會越過海峽中線 現在海峽中線的 我們的國家的防衛眾生已經失掉了 中共不會去做圍台軍演 現在堵著家門口軍演 我只問民進黨 請問我們的國家尊嚴在哪裡 你有什麼樣的措施 就是來去所謂的反制 甚至是所謂的不讓這個軍演發生呢 你沒有啊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是不會有這種圍台軍演的 那國民黨執政的時候也不會有說什麼 取消承認我們的禁限制水域 那在我們的禁限制水域當中 有所謂的中共方面的活動 真正上全辱國沒有辦法保衛台灣安全 一步一步的輪上我們台灣的防衛眾生的 不就是民進黨嗎 我當然反對中共圍台軍演啦 但是請問對於中共的圍台軍演 民進黨你又做了什麼 你現在做的不是叫喪權辱國 什麼叫喪權辱國 如果以前國民黨執政的中共圍台軍演 你看民進黨會說什麼 要不要拿那套標準回頭看看民進黨 你又做了什麼 我想我還是要奉勸對岸啦 不要因為總統或某些人 他們講講出一個他們個人的 並非是台灣主流民意 以及多數意見的時候動不動就驚豔 我個人是不認同這種做法 經驗你平常你去做你的經驗 我們沒有什麼意見 那如果是針對一句話 針對一個人 然後就大規模的這些演習 我認為會傷了兩岸之間的人民的感情 那我在想有很多動作彼此之間去表達 那沒有必要用武力的展示的方式 來恐嚇台灣人民 這樣的話台灣人民說實在會厭見 會傷到兩岸人民的感情 所以我還是要呼籲 我們總統也不要隨便亂講話 因為你講出這句話是真的台灣主流民意 真的多數意見嗎 所以沒有必要台灣話講一句話 那沒有必要的 那我也要呼籲我們對岸 中共一定要克制自己 有時候一個人講話不能代表 兩千三百萬的人民的意志 所以有時候你們這種演習 真的確實會傷到彼此之間兩岸同胞的感情 所以我還是要呼籲 對岸還是要克制一點 大會主席 韓國瑜院長 蕭美琴副總統 左榮泰院長 土阿魯戴菲利總理閣下抗力 來自友邦 和友好國家的慶後團團長 還另外貴賓 現場 以及收看電視和直播的國人同胞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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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齊聚一堂 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一起為今天美麗的台灣喝采 迎向明天更美好的台灣 113年前 一群充滿理想抱負的人 揭竿起義 推翻帝制 他們的夢想是 建立一個民友 民智 民想的民主共和國 他們的理想是 打造一個 自由 平等 博愛的國度 然而 民主的夢想 曾經在熊熊戰火中被吞噬 自由的理想 常年在威權統治中被侵蝕 但是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75年前的古零頭戰役 66年前的823戰役 我們不分先來後到 不分族群你我 守住了台澎金馬 守住了中華民國 我們 永遠不會忘記 45年前的美麗島事件 以及前前後後 一連串的民主運動 一批批同樣懷有民主夢想 自由理想的人 無謂犧牲 前撲後懼 用生命推開民主的大門 一百多年來 人民想要當家作主的願望 終於實現 各位國人同胞 中華民國 曾經在國際社會被驅逐 但是 臺灣人民從未自我放逐 臺灣人民在這塊土地上 舔手知足 但 當我們的朋友 遭遇天災危難 面臺灣人民 面臺百年大議時 我們毫不遲疑 身手援助 臺灣Can't help 不是口號 是臺灣人民愛好和平 與人為善的行動 過去 臺灣人民 用一腳背心照片轉世界 開創臺灣的經濟成就 現在臺灣科技 運用一顆晶片 驅動全世界 成為繁榮發展的世界動力 臺灣人民多元無懼 我們的尼菲亞 是世界防後 臺灣人民勇敢無畏 臺灣的女兒林玉婷 是世界權後 十七歲的蔡雲榮 用她沉穩的雙手 奪得世界第一的木工榮耀 二十歲的陳思源 傳承了父親的記憶 擁奪冷凍空調的世界冠軍 新一代 臺灣製造的年輕人 再一次 擦亮臺灣製造 Made in Taiwan的招牌 我要感謝 一代又一代 國人同胞 同舟共聚 風雨同行 現在 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民族自由 在這塊土地上成長茁壯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臺灣 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 更要向全世界開支善業 迎向未來 各位國人同胞 我們度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戰 中華民國始終屹立不搖 臺灣人民始終堅韌不移 我們深知彼此的立場有所不同 但始終願意包容彼此 我們深知彼此的意見有所其意 但始終願意攜手前進 從而凝聚成為今天 中華民國臺灣的樣貌 身為總統 我的使命是 維護國家生存發展 團結 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 並且堅持國家主權 不容侵犯並吞 我的使命也是 保護全體國人生命財產安全 堅定落實 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強化國防 跟民主國家肩並肩 共同發揮 共同發揮克服力量 靠實力 確保和平 讓世世代代皆能安身立命 我的使命更是 照顧兩千三百萬 臺灣人民的生活生計 積極發展經濟 擴大投資社會照顧 並且讓經濟發展的成功果實 和全民共享 然而 國家的挑戰 未成間斷 全球的挑戰 也正是臺灣的挑戰 全球氣候變遷 衝擊世界的永續發展 突如其來的傳染病 衝擊全人類的健康與生命 而威權主義的擴張 也在在挑戰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威脅我們得來不易的 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因此 我在總統府成立了 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 健康臺灣推動委員會 以及全社會 防衛潤性委員會 這三個委員會 環環相扣 都和國家任性息息相關 要打造更強潤的臺灣 積極應對挑戰 也加深臺灣和國際社會的合作 我們要強化臺灣因應極端氣候風險的 調適機制 更會持續推動 第二次能源轉型 確保電力穩定供應 並透過發展多元綠能 深度節能 以及先進儲能 來穩健邁向全球 2050靜靜靈轉型的目標 我們要有效防堵國際傳染病 並且提升國人平均一命 降低不健康年數 以及落實建醫療平權 讓人民健康 讓國家更強 讓世界擁抱臺灣 我們更要提升國家整體的 國防 民生 災防 民主 四大論性 臺灣人民越團結 國家就更安定 臺灣社會準備越充足 國家就更安全 臺海也更和平穩定 臺灣 有決心自力維護臺海的和平穩定 成就全球的安全和繁榮 也願意和中國共同因應氣候變遷 防堵傳染病 以及維護區域安全 追求和平共榮 為兩岸人民帶來鬍子 長期以來 世界各國支持中國 投資中國 以及協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國力的提升 無非就是期待 中國一起為世界帶來貢獻 對內重視民生 對外維護和平 當前國際緊張情勢不斷升高 每日皆有無數的 無辜人民死傷於戰火中 我們希望中國 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 能夠發揮影響力 和世界各國共同努力 結束俄物戰爭和中東衝突 也和臺灣一起承擔國際責任 對區域和全球的和平 安全與繁榮 做出貢獻 果間結束失敬 對區域和獨 태募 業界 主體 car